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RJP-Chinese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13日星期二 这里为您多数新闻 日本政府9月12日正式批准 在国内使用抗奥密克戎军疫苗 抗奥密克戎军疫苗 同时还有从传统毒株中提取的成分 和奥密克戎毒株亚型变异株BA1的成分 属于二架疫苗 现在目前的主流毒株BA5也能够取代反复效果 9月12日日本抗奥密克戎军专家会内 特批在国内使用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莫德纳制药公司 生产的特奥密克戎军疫苗 其中选者的适用人群为 年龄在12岁以上 却已完成第一和第二阶次接种 二者的适用人群为18岁以上 却已完成第一和第二阶次接种 厚生劳动省计划将年满12岁 且距离上一次接种的间隔 白板5分目的所有人群列为接种会项 预计将在9月19日以后 选择适当时机 坚以老年人和医护人员等为对象 启动接种工作 关于针对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毒株的疫苗的预防效果 昏日公司出示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 从第四季疫苗接种后的效果来看 针对B.A.E.变异株的中和抗体数值 比现有疫苗平均上升了1.56倍 莫德纳公司的临床试验表明 第四季疫苗接种后 针对B.A.E.变异株的中和抗体数值 比现有疫苗平均上升了1.75倍 另外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 从临床试验结果来看 不认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主要的副反应有 舰带感 疼疼 但以上反应均属于轻度和中度 关于日本国内的第七国新冠疫情 不少一线医护人员指出 这一波疫情中 死亡病例的病程变化 与前几波疫情存在不同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